看这个马斯克谈完C929之后呢 我们谈谈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要连任要连选 但是呢他昨天又跌倒 这两天又跌倒 这个他已经两年就任两年多以来 这个已经不止一次了 包括这个就我所知 在空军一号专机 就是在扶堤上面就好几次了 加上一开始上任之后 跟自己家里面狗玩也摔了 这个骑脚车也摔了 这个摔了好多次 这是在空军官校的第一点里 这个摔倒了一次 不过共和党里面 另外除了民主党 在共和党里面冒出来要参选 总统越来越多 除了川普之外 特朗普之外 还有佛罗里达 多少迪桑德斯也要参选 现在连前纽德西州长 这个克里斯汀也要参选 当然还有加上前副总统彭斯 也要宣布参选 这个盛平你怎么样来看待 这个拜登宣导 80岁的拜登到底怎么办 还能选吗 我觉得他自己肯定是要出来选 我看了下那摔倒那照片 就那个视频 他是说是在一个沙袋上面绊倒了 但是倒了以后 真的有点怕不起来的样子 就三个人扶他扶起来 就如果他参选又胜选的话 大概率时间 他很难就是 在干完那一任 就很可能就像摔倒一样的 突然间走掉 当然那个 从整个参选的人看 这个德山丽丝是出来了 我们新德西的前任州长 克里斯蒂也出来 就是彭斯也在摇摇欲试 但所有这些人 在共和党方面呢 就他们的 除了德山丽丝以外 都是个位数 就胜算的可能性太低 而技术就对塞丽丝 比特朗普要差了他们一半 所以不管是谁 最后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或者做共和党出来的话呢 就明年都是一场恶斗 如果是特朗普的话呢 他是一场最坏的恶斗 在拜登这边 我想不会有更多的悬念 他肯定是他自己要出来 其他人呢 也不会跑出来分他的票 就是共和党那边有很多变数 这个国家董事长 你看吧怎么样呢 是不是共和党里面 现在这个战云密布 这个民主党大概 这个是为拜登独尊 民主党啊 这个现在没有一个 强而有力的候选人 上一次就看不到 强而有力的候选人 那么这一次呢 更看不到 所以拜登呢 他是两点算盘 第一点 党内没有强而有力的对手 跟他挑战 所以他可以宣布参选 第二个 他认为 这个川普啊 司法官司缠身 丑闻不断 他的声望会 急急下坠 而他取得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资格的 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他非常 可能的对手 就是上一次 被他打败了 川普 而川普呢 不会比上次更强 所以他认定 他有机会 跟川普对了 而可以打败川普 那么现在民主党还没有人公开宣布跟拜登挑战 可是共和党 有人好几个人向这个总统提名 这个路上来开进 那么他们的判断就是川普 那么可能啊 在这个初选之前啊 就会因为这种丑闻 缠身官司啊 这个应付 穷于应付 所以可能声望会继续下跌 所以德桑迪斯宣布参选 他就是认为自己有非常大的希望啊 那么他本来啊 在去年州长刚选举完成的时候 他声望是超过川普的 可是川普经过各种打压之后啊 他反而越错越勇 有一种被迫害的形象 而且他那个态势非常的强硬 那么所以他赢得共和党极端 这个粉丝的一个支持 所以他现在领先德桑迪斯的幅度扩大 但是距离初选还有一段时间 在这个时间按照德桑迪斯的评价 可能川普无法维持高的民意支持度 那么其他的宣布要参选 总统人民调支持度都是个位数 根本不足以威胁这个川普跟德桑迪斯 所以明年初选出来的一个结果 很可能是拜登对上川普 或者拜登对上德桑迪斯 而如果川普对上这个拜登两个竞争的话 那么拜登还是有机会赢得的选举的 可是如果德桑迪斯跟拜登来竞选的话 德桑迪斯四十来岁 那川普是八十 拜登是八十来岁 明年八十一岁 八十一岁嘛 这个落差太大了 美国的民众看到这个已经连续摔倒五次的 拜登还要选总统 那么而德桑迪斯是年之期望 这个非常的有活力 那怎么可能会倾向于这个拜登呢 而且拜登摔倒五次 绝对不是说意外 而是他的身体的平衡能力有问题 上飞机走楼梯会摔倒 那么这次摔倒呢 是踢到个沙带 我们正常踢到沙带 狼呛一下就站稳了 踢到沙带就倒下去了 而且爬起来非常困难 那么所以呢就是他的身体 能不能支撑到 2024年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年老体衰 他现在有相当程度的身体不平衡的问题 还有智能记忆力衰退的问题 他常常记错名字讲错话 那么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 他若坚持要代表民主党选举 那共和党有机会 只要拜登身体变坏的话 川普也有机会当选 如果拜登身体不变坏 那么也许他可以打败川普 可是川普不一定打得过德桑迪斯 如果德桑迪斯起来的话 那么拜登可能很难再连任 和平你看四季老人之争又来了 你却讨厌了 我觉得2024年的这个大选 还有很多的这个变速 就是民主党最正是不是真的只搞一个方案 就是由拜登总统来对付任何的可能性 这个里面只想在民主党内不是有很大的惩疑的 甚至在美国的民调中间也显示出来 70%左右的人是担心他的这个身体的健康 尤其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是来自于年轻人 根据我跟年轻人的一些交谈来看 他们回避讨论这个问题 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甚至会出现了不去投票 那民主党如果投票没有共和党的这种热情的话 哪怕现在这个拜登总统这边认为 如果是跟川普进行对抗的话呢 赢的机率是比较大的 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背景方案 未来只有贺景丽能够出来选举 这个危险度还是很大 所以民主党也在考虑了 也许也在考虑了 是不是要找一个某种备推 尤其是在共和党的势力比较强大的 民主党的州长领导人 那么是不是会作为一个背景方案 这是民主党里面的事情 那共和党里面昨天前天开始出现了信息呢 就变得比较可喜了 就是新这些原来的州长 黑里斯蒂来出来参选呢 引起这个政治观察家的特别的关注 现在他的这个民调啊 最开始显示出来了是复苏 但是这个人的考材 他的能力啊 他的爆发力和他的想象力 是现在的共和党的好选人 其实是最强的 竟超过彭斯 也超过了这个弗里达的州长 那么我跟川普呢 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如果能够正常辩论的话呢 他是有可能会加强 那不是说开里斯蒂啊 就一定会迎对川普啊 或者是最终能够成为共和党好选人 但是他使这场选举啊 就增加了一些正常性 增加了一些实力的一种感觉 美国的这个选举 可爱的地方 可敬的地方 就在于呢 虽然有政治势力在后面操纵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大佬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媒体的跟对一起追捧 但是整次会产生意外 当时候的柯伦敦总统 没有人认为他可能会成为总统 最后面他就成为了总统 而且对这个冷战之后 美国的高科技的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 可以说是奠定了非常好的 这个推动力 基础 那么这个阿宝马时候也是这样 阿宝马时候选总统 他在这个民主党里面的排名 最开始初选 也是六到七名 六到七名 所以呢 但是后来他后来居上赢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 他的变数还是很大的 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未来怎么辩论 如果共和党的这些人 在一起参加辩论 那么 凯利斯蒂的话 他的这个排名就会迅速的上升 当然现在的来看 彭斯也好 其他几个人来讲 相对来讲比较是入市 未来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选举 就会从德桑勒斯和凯利斯蒂和川普 这三位中间来比拼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对于共和党来讲 实在是一个好的消息 因为大大的增加了 这个 非极端的 或者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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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局政 越来越极端的这么一种共和党形象 而是回到了某一种 真正原来的保守的 实力判的这么一个形象 所以我们下一步看的是 这个民主党 民主党现在是最痛苦 最痛苦的时机 如果我刚才讲了 比如说明西根的州长 他是不是会租一个背策 或者其他州的州长 这个现在是民主党的大了门在思考的事情 我觉得是有很多变数 整治是好看 不过刚才这个和平提到 克里斯提的这个出现 不过你可能也忘记了 这个美国选民其实蛮重视外表的 你从以前雷根 到老布希 小布希 克林顿 欧巴马 到川普 拜登很重视这个 我只能点到 孟雪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 迪桑德斯 有没有可能在共和党里面 他当然相对彭斯 克里斯 还有相对这个川普 他就是年轻化 世代交替 这个其实诉求感是蛮大的 你也看吧 对对对 我觉得的话呢 对川普来讲 川普之所以能够 有这样子的丑闻的底下 他还是这个力保这个共和党 目前台面上来讲 他还是比第二位 就是德桑德斯 还是要领先一大一大快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 共和党本身有30%的共和党人 是非川普不投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川普的这个 对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掌控的 实际上是 不是川普本人被受 川普本人的这个魅力 而是这个30%的这个共和党的人呢 就是这种这种 可以说是有点疯狂的 我不在我们看来 可是他们的话呢 是就是尾巴咬狗啊 比这个狗咬尾巴还要更强烈 共和党必须要能够打破这个 这个30%的这个铁票支持川普的能力 川普现在实际上是最欢迎参加的人越多越好 所以比如说Pence进来也好 或者是Christie进来也好 实际上就是重演2016年他的那个状况 你知道当初2015年他宣布这个参选的时候 大家简直是笑 就是这个人这么可能 没错 可是他后 那个时候这个共和党里面参选的人将近有十几个 这个他的这个本领啊 他就是能够教每一个人的特征 然后去嘲笑 这就是最这个会霸凌的这个手段 所以他现在怕的是什么 参选的人少 参选的人越多 其他的人的基础不是像他那样子 由一个到现在为止证明的 就是30%的人 不管川普做出多么这个这个这个 让人不齿或者觉得不可思议的 还是是他 这个30就是他的一个起跳点 那你比如说参选的人越多 每一个人分一点 到时候就是他了 如果是他跟这个拜登两人选的话 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美国这个是 这个国运啊 就是不可思议的会 就是美国完全没有信心 所以实际上最糟糕的一个可能性 对美国来讲最糟糕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明年川普跟拜登再打一次 再搞一次 再搞一次 你想想看四年前 他们两个都是已经是七十几岁的人的 大家都已经觉得是美国怎么 怎么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如果四年以后还是这样子 就是明年还是这样 那全世界的人都会完全 而且还还不知道究竟哪一个会胜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美国作为是 不管民主世界也好 自由世界也好 要做一个领导 完就信心就立刻就打下来 所以民主政治和平刚才不停的讲说 这个有很多好处 老实讲当然他的好处是他有很多种可能的变化 对不对 你想象不到 可是选出这样子的人给这么强大的国家 连续从2016 2020到2024 这个国家的前途就被控制在这样子的人手里 你说作为这个 假如我是欧洲的人 我能够相信美国的领导 我去这个魏连2024到2028跟中国去斗吗 中国不管怎么讲 他的那个领导班子这个程序很清楚 能力也很强 他能够控制很多东西 你连明年现在的俄乌战争 你都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打 那你欧洲人跟这样子的人领导 日本人要跟这样子的领袖走 那你怎么走呢 所以我觉得就2024这件事情 最大的考验 对美国来讲最大的考验 就是怎么样子的避免 重新出现超过80岁的人 还在去参加总统选举 两个党都应该是在交替了 你说出了一个克林顿 克林顿这个是美国 是这个冷战之后的第一个年轻总统 这个他浪费了八年 真的他的机会那么好浪费了八年 你再说出现了这个这个布什总统 打了这个又浪费 打了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又浪费了这八年 欧巴马 非常的这个这个 让人家觉得说美国居然能选出一个黑人总统 结果这个黑人总统一出来反而促成了美国那种白人的那种 免在的那种不满跟那个这个这个 然后就出现川普 所以这23就是冷战之后 你算下来已经30年 美国的领导者最高的领导者 总是有问题的 那这样的话 你相对于中国来讲 他的这个反而是好像是 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出现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我实在是替美国担心 如果是真的是明天是出现拜登跟这个川普 我我自己怎么投我都不知道怎么投了 上一次我倒是也是投还是投投拜登 那 不你以后要我再投拜登 我实在是很难投下去 所以呢这个看看吧 马上明年应该初选开始了 现在开始进入这个白热化了 慢慢的各党就会浮出来了 看来这几个候选人到底谁比较好 我说不定第三个是出现规定啊 孟宣 对看下如果加州州长那个 纽尔森老师那个人很也很也是在民主党里的 也是相当不错的 加州毕竟在美国的政治地盘 已经光谱里面越来越重要 人口很多没办法 人口最多就是加州 OK好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